谁是胡说八道 说是委托 这个义美丽去打这个官司 而只能说是他妈妈 曾经在某一个时段 利用一个这么一个 书面的一个东西 说我将来百年之后 财产怎么来进行分配 好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委托书 这个委托书呢 也有点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它的内容 我来念一下 我徐采云 状告之事 就全委托我长女义美丽 做我的法律委托人 因为我年纪大了 耳聋和人交谈 却有困难 一切都都靠我长女 以美丽办理此事 你看这个委托书 好像写得很具体 委托人签字 后面有签订的时间 什么时候写的 但是你看这个 最关键的要素没有 我徐采云状告之事 被告是谁 你状告谁呀 也就是说 这份委托书 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徐采云老人家 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 一个意愿在上面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他没有表述清楚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 不好用的一个委托书 好 谢谢贾律师 我们继续回到 节目的内容上来 我们来问一下 姨女士 刚才你也提到 家里面一共有 四个兄弟姐妹 你觉得为什么 母亲要委托你 来带她讨负财产呢 因为就是我的弟弟杀了 他是给徐家订门的 我弟弟是给我 我父亲一家订门的 他不能订门了 我父母现在 建在的时候 照顾我的弟弟 他没照顾不了 到回事 是情况下了 然后呢 才跟我交接 我再回 回家解体这个单子 那这一次 出法院解决的结果 怎么样呢 到法院一直就没有解决 第一次呢 我母亲呢 叫娘于是 写这个手装 搞到就是徐建议 他把她的徐建议 他盖上一个 一建议 他告诉法院 就是 我叫一建议 我不叫徐建议 你装告的徐建议 不是我 所以你就 你这听 你就开不成 第二次来 有委托说 就写上 装告的就是 徐建议 一建议 两个星子都给他写上 年我开订的时候 我妹妹 我妹妹 领上她的闺女 家里后到法院了 写了一个分 一份证据 串条小子 这是我的女儿 我是她 我女儿的健护人 我女儿不参加高庄 你要不是要 4月22号 要开庭 徐建议 你开不成 第三次开庭 这个就是 送庄 做么都送不下去 他讨在我家 讨了几个月 就孤独 我母亲 叫我母亲 吃手 就是天天 那有儿子高 来个 叫我母亲 你不要高了 你不要叫我大骨灌了 就这么 把我母亲的名字 偏到手上 徐建议 偏到手上 然后说都 喝口歪歪 写了我一几个字 我想通了 不高了 拿着个字泡到法院去 老婆不高庄了 所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三次都没有开庭 到现在 一废间没有坠毁 可怜我母亲 我跟你说 她说她是叫的 吹嘴哭哨八道 她说 我母亲 委托她来高了 这个是吹嘴她一人 做的怪 我母亲身子不轻 从医院出来 就这个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她的目的是 要干什么了 要侵占我们养家的钱和财 侵占什么钱了 就算我父亲 不是你送啊的 就算我 没有你时间 我父亲送兵那个时候 我在医院刺红我父亲 你还在医院 不说八道 生死不治的情况下 还我父亲大量投行 在这种情况下 投一个钱藏到家里面 将我父亲的十八万元 投一个人一份就没事 我父亲了 别别别别别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